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卸妆的视频 嗯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是一期 欢迎晚上的护肤流程的视频 那这一期视频呢主要是一个 嗯 护肤的视频 卸妆护肤的视频 那今天的护肤呢主要着重在 去黑头和保湿去黑头和 嗯清洁毛孔还有收缩毛孔 这四样上 今天的这个开头呢 其实是补录的 这个视频我昨天就录好了 但是昨天因为相机没有电了 昨天呢我邀请了我的室友们 然后和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去黑头的视频 就是用这一个神奇的仪器 给他们去了黑头 那这一款呢是 The Beauty Tools的去黑头的仪器 这个仪器呢是 让面膜上的精华更加深入到 皮肤里的作用 那昨天呢我就给我的室友们都用了这个黑头 让他们清洁了一下他们的黑头 真的非常无敌好用 就是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虽然它不是持久的 但是呢就它不能保持永久 但是干皮的话可以一周去一次 油皮可以一周两到三次 这样就会效果比较好 那时间久了以后呢 它就会皮肤就会 黑头就会越来越少 嗯 然后我们用到的保湿面膜呢 是用素系支援的这一款 玫瑰唇露做的压缩面膜做的 那这一款玫瑰唇露呢 是有非常好的保湿作用 做成压缩面膜以后就 保湿作用特别好 然后它就是 嗯 给脸部补水 那因为用这个黑头仪必须要保持面部湿润 所以昨天我们还准备了这一个雅样的喷雾 用来保持面部湿润 那这个水补完了以后呢 脸上就已经很滋润了 然后再拿热毛巾敷个五分 五到十分钟 等毛孔张开了以后 再用那个仪器就可以 然后用完仪器以后 因为黑头都被倒出来 黑头都被推出来 所以毛孔会有一点张开 所以要收毛孔 然后收毛孔呢用到的就是这一款 毛孔肤子的稻米面膜 这款稻米面膜 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这个丑萌丑萌的小人 我之前就用过他们家的很多产品 嗯 这一款稻米面膜呢 就是用来收缩毛孔 然后干涩酱液 纹理僵石 纹理僵石 就是各种奇妙的作用 对 效果也很好 就是用来做 据完黑头的最后一步 用来收缩毛孔 效果就非常好 嗯 带上 它这一款面膜的设计 用的也很好 就是非常贴合皮肤 而且面膜纸特别舒服 就不像有些面膜纸 摸起来比较 嗯 廉价 它反正它就是一个非常舒服 非常软柔的一个面膜纸 嗯 而且它 它的 它是稻米面膜 就是比较原生态 味道也比较原生态 就是不会像添了很多香精 就 所以味道就很好 然后用上就很爽 嗯 对 也很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然后我们最后 最后呢 敷完面膜以后 还用到了面霜 就是因为我是干皮 所以我需要保湿比较强的面霜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很容易嘴边和脸颊会起皮 那这款面霜的保湿作用就很好 用完了以后 就会让明天脸上早 脸上 那苏西支援还有一款唇露呢 是这一个薰衣草的唇露 那薰衣草的唇露呢 嗯 它更多的是一个收缩毛孔的作用 它也是两种用法 一个是用来 一个是用来做成水膜 敷在脸上 一个是用做爽肤水 直接擦脸 两种用法也都非常好 而且它的味道都非常的自然 就薰衣草本来就有一点助眠的作用 贴了面膜很容易睡着 我觉得 然后 而且两款水 两款的水 味道都超好 超好闻 就是花的味道嘛 就很好闻 尤其是玫瑰唇 我觉得 欲罢不能 每天晚上都想敷 而且它保湿的作用 真的很好用 嗯 卸妆呢 用的是这一款 翻口的卸妆油 和这一款 嗯 月幕支援的洁面慕丝 也都 也都很好用 就是 嗯 卸妆卸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因为我没有专门的眼唇卸妆 所以就用了 直接用的这两款 翻口的这个 已经用了好多瓶了 嗯 还用到的一个 就是给我的一个油皮朋友 用到的这一个晚安粉 就是用 奥尔滨的这款晚安粉 就是 嗯 因为护完肤以后 脸上会黏黏的 怕粘到枕头上 可以用这一款晚安粉 然后 这款晚安粉味道 无敌好闻 超级香 超级好闻 第一步 第一步呢是卸妆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洗手间 走 几点 然后你稍微搓搓热 然后搓脸上 搓热上就可以往脸上搓 然后你沾一点点水 手上沾一点 小心 沾太多了 然后你再搓一搓 不是 行吧 脸上搓就好了 它会有一个乳化的状态 就会让脸上的卸妆油 变成卸妆液的质地 卸妆乳液一样的质地 然后下一步我们用这个 我的洗面奶 月梦支援的 嗯 均衡泡沫截面慕斯 用这个洗面奶 然后在手上搓搓 然后洗洗 然后擦掉 掉这些洗点 先把这个洗掉 对 然后洗脸睛擦开 好 我们转一遍 然后现在来进行我们的第二步 给柯柯说的面膜 今天给柯柯用面膜呢 是这个 素系支援的 玫瑰纯露 它就是一个补水的面膜 嗯 就是鸭酥面膜 鸭酥面膜 都撒出来了 给我先换 好热 它自然这个 香吗 我每次都这样 先给它 到我身上 不好意思 非常高端的操作 一般人都没法倾行的操作 老是鼻子这里 然后漏不不睡 换的柑橘 对然后 外面也像个僵尸一样 他们今天有人弹幕跟我说 面膜起皱纹的话 脸也会起皱纹 是真的猛 10分钟就行了 去吧 然后我们给这位 凤琪同学 敷上面的 我们继续用这瓶 沉露来给它补水 好我们迎接下一位顾客 顾客 好沾水洗掉 只有我这个心机的人 在大家都卸完中的时候 不卸中 最酷 一天 淡美容师 有点累 好现在呢就是一个等待大家敷完面膜的时间 10分钟开始 然后先等张科 然后梦奇 然后小黑 嗨大家 现在第一位朋友的10分钟已经过去了 要为让它的毛孔先张开 所以要敷一个热的毛巾 但是我们没有毛巾 所以我给它敷一个洗脸巾 给它折成4分 就敷在鼻翼这边就行 喷雾 它就是一个保持脸上湿润 因为用这个仪器的时候 必须要保持脸上湿润的 不然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大家有兴趣 可以尝试一下 好 可能会有很可怕的后果 所以它说一定要保持脸上湿润 连码怎么拆不开呢 然后按电源键两秒开机 然后开了以后 它就会在那个cleaning的那个模式下 然后按电源键两次 指示灯便会停止闪动并长亮 然后就是强化 你开始吧 他太那么生气了 没觉得 他真的有耶 会有 还是有用的 不然不会 它会吸走吗 它会在那个上面 这怎么回事 细密的喷嚷 来了 来了 继续 其实它这个声音没有很小 它就是一些声音 但是它会就是扰乱 就是摄像机的声音 就会有点小 后期会比较小 但其实听起来一点都不小 比我的洗脸也还轻点 有一种微微的 小刺痛的感觉 因为我看它是强的那个 不要感激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需要二人协作 不然没法一边缠 一边这个水就流鼻子吗 对 它就要是保持面部湿润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 用完这个以后 用这个 叫什么 稻米 稻米面膜 就是那个 很火的那个 毛孔福子 就这个 蠢萌蠢萌的一个 蠢萌萌的一个小小女孩 跟柯柯长得还蛮像的 你说什么 应该是 真的有点像 就是没带眼睛的 对 柯柯姐 那就没带眼睛 是不是有点像 有点像吗 嗯 嗯 给你喷喷 喷一下 就冷了 再继续去沾 再继续去沾 太冷了 对 你看 又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好舒服 冰冰凉 嗯 味道还蛮好吗 对 挺好的 嗯 比较生五甜鸭 比较湿 比较温和 嗯 对咱们手感 还是酥酥 嘿嘿嘿 很烫的 没困 乱起应该效果比较好 下次它比较开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真的 因为我已经在这边用成型 太好了 等一下哦 真喜欢跟蛋蛋在一起 真喜欢跟蛋蛋在一起 太假了 好好的 好好的 被黑头困扰多年 多亏了蛋蛋的这个 都亏了 都亏了蛋蛋的鸡子 都亏了蛋蛋的鸡子 给蛋蛋叫朋友真是好呀 给蛋蛋叫朋友真是好呀 骗了我吧 又快去大夸了 救命 你会放声音吗 会 太好了 放 哥哥在干啥 哥哥我就戴眼镜了 看不见我 耶 只有我能吃到这根香肠 啊 我一下我已经吃了一颗了 对 他说莫及间下午也吃一个 我也怎么跟腰片解释 腰片看到这段视频 可能会哭泣 我觉得你会剪进去 来拍点水 不是他有垫 他是那种正的 那种小 很小的 专业说法 日常给你补补水 感觉我以后也可以做化妆师 正好开个美容院吧 我们去 我们去做你的常客 大不行 都是免费的 这可能做梦吧 看我的虾巴其实会动 不行 我感觉自从我脸僵了之后 虾巴就神奇了很多 这个好淡重的手法 看别专业美容师 过日了 大家 比得上蛋总吗 对啊 比得上蛋总吗 有道理 我的错 对不起 死因 不透气 鉴于画面可能有点恶心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打码 打码展示你擦都擦了 记得敷面膜 这个 我没有那个解决筒 我已经擦掉一皮了 这手机 哇靠 真的很多 好小 我喜欢的筒 给你涂点虚痘的你想涂吗 你有可有痘痛 对 我这个月口区别口可好用 真的 我觉得它好用 可以借一下 就是这个我上次 在那个视频里想要给大家买 想要给大家买 不是 听见了买 给大家买 我也是的 不是 是跟大家说想要买 对不起 对不起单狗 对不起 对不起 拍拍 拍拍 这个 这个 beti tools的那个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头 这个是新一草的 那个是茶树的好 第 哈 第 什么 有中文的 我们看中文,我们是中国人,OK? 有一个是 这个是茶树消炎按摩草 是提升模式用的 然后这个是薰衣草生存清洁 规矫草是清洁模式用的 这个两个不是这个时候用的 一个是用来卸妆的 卸妆的 方言的 就是如果是卸妆的时候用 是用那个 把这个硅胶套润湿 然后洗面来打出泡沫后 图抹在脸上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装上装用的硅胶套后 长按电源按钮开机 按两次电源按钮 选中那个模式 然后如图二所示 图二大家看不到 我给大家卸入一下 就是用这个换肤头 滑动到脸的各个部位 每个部位大约5到10秒 就是卸妆的 然后保湿模式 反正大家只要买 就会有说明书 我就不跟大家赘述 大家可以跟说明书学习一下 我戴帽子的时候肯定要散发吧 好热啊 我没戴眼镜啊 我没戴眼镜 我没戴眼镜我也看得见 不像你遥远的看着我 根本不知道我戴着什么 我戴着什么 你过来 你都知道 你不用动 撞住 就是他这个 我扣太小了 别动 能扣这里啊 脖子粗了怎么办 那或者是这里了 那这里不会太 太挂了 太粗 挂挂挂 就这么搞写 就跟你 还好远 看不清楚啊 现在看不清楚了 听的看得稍微有点灰灰 看了吧 先给你 拍下 我觉得我皮肤都变细了 看了吧 那个晚上反正好用 感觉我毛孔变小了 你敷上的时候感觉毛孔变小了 送毛孔的项目 好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